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在练的过程中 前期命功特别的重要 也就是说你的整个身体 你的肉身是爹妈给的 如果不发生巨大的变化的话 你想这一生有所成就是不可能的 大家要重视前面的命功的修炼 我之前讲到的性命双修 对命体的改造特别的重要 对命体的改造 如果我们只是在家里打坐 练功的话 凭我们自己的力量 这一辈子是没有希望 但是我们怎么去做呢 之前讲课也给大家提到了 就是一个天人合一 因为本身我们人的生命 就是从天地给我们造流出来的 你这一生要对你的命体进行完成的改造 你非得要仰赖于天地对我们的重新的加工 重新的加工 这个 所以是天气下降地气升升 你会总在我们人这个小生命体中 才可以促进使你的这个命体发生再造 生命的再造 再造就是重造 说不好听就是回炉 回炉然后重新造一个你出来 但是这个回炉是要求你活着去回炉 不是说你死了再投胎再出来 再投胎再出来 再投胎再出来 你还是个活地凡夫的身躯 你不能变成一个金刚道体 你要变成金刚道体 很简单 你非得假借天跟地 重新对你这个生命体进行一次重生跟再造的过程 所以是天人合一的思维观对我们特别的重要 就是说你必须能够突破你眼皮子底下那点事儿 然后随时随地处在一个天跟地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中间 所以要求大家孝法天 孝法地 叫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样随地法回去 我们这一生就一定会有希望去成就 那在整个的这个再造的过程中呢 天愿成修丹法的师尊们呢 就为我们整个的命体的这个改造 下了很多的这个实验工程 做了很多实验工程 总结出了大量的这个精英教训 所以是要求大家呢 一 会用地的地利 二 会用天时 三 会用人和 叫天时 地利 人和 你都把它具足了 然后你才可以真正的 这一生叫立地成就 一生成就 没有什么两难的 所以是关键是大家这个思维模式要改变 那么我们在台湾所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要帮助大家完成我们现在所出的时空点 然后我们在台湾中 发现了它这个 很多的这个 可以对我们命体进行重生再造的大量的地利环境 那同时天时过了2012年的冬至 我们刚好这个人际中我们进入了一个大好的天使 就是天 宇宙的这个天体 我们之前在2012年之前 对我们是一个评比的 就是我们人如果想要跟宇宙轴心直接脸通的话 它是一个评比的 那之前讲课提到了 它处于一个黑暗带 处在一个黑暗带 整个我们太阳系 在银河系的一个黑暗带里面 2012年我们已经走出来了 整个的太阳系带着我们人类走出了这个黑暗带 2013年科学家才公开的生命暗物质 以及另外两大类物质的客观存在 之前一直处于一种争名的状态 就是有一批科学家认为有一批大部分的科学家是否定的 但2013年就开始统一了 统一了 特此我们就是新的人类的文化的建议 就是如何去利用新时空 新时空这个时空点 重新建立一个新时代人类的一个新文化 那这个新文化的开启 它必然是阴跟阳 这个一阴以阳为之道的道童的开启 为什么之前讲到的一阴以阳为之道 那么我们之前2012年之前的人类是普遍重视物质世界的 也就是说我们重视的是阳这个世界的 这五千年多的时间 人类从开始注重阴阳合一的世界 最后进入了一个纯阳的一个世界 纯阳的世界就是什么 我们的显态世界 显态的固执世界 那么阴的世界 是图色大家认为的阴间 阴间就是什么 只是空间界的一个点 这个阴在古代是阴 什么叫阴 就是眼睛看不到 不但眼睛看不到今天的科学仪器还不能够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是科学仪器能够展现出来的 还都是显的这些东西 那隐的之前是全世界是否定的 特别是西方达尔文发明了动物进化论 结果是人也是从动物进化以后 人开始变得成动物了 开始变得愚昧了 然后向动物的水平去看齐了 本来人是超越动物的 但是我们现在人反倒要向动物看齐了 向动物看齐做什么呢 就要好吃懒做 就是最好有好东西天天养着我 但是我什么也不用做工 就要好吃懒做 没有一个人的上天性 人可以向畜生看齐的 甚至有的人说我下辈子投生 一定要做一个宠物狗 什么工都不用做 天天睡懒觉 主人每天还要陪着我去散步 然后还要给我好吃 但是我们才知道人的堕落 多么的可怕 所以是2013年我们开始觉醒 那么源自于什么 源自于一个天使 天使是2012年的冬至 冬至 那么使我们整个地球 在太阳系的带领下离开了黑暗带 离开这个黑暗带 意味着我们地球跟宇宙天心的连通 也就是那个走心点 这个走心点的连通没有障碍了 所以2013年普遍地在东方也好 西方也好 开始了人的灵性的觉醒 人开始受到一种光的照耀 然后开始觉醒自己体内的那个佛性 那个灵光 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天使 已经变了 那么在这种好的天使的开始 因为我们刚刚抓住了那个时空点的最有力的时期 刚刚太阳过去了 就是新的开始了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 天使已经有了 地利对我们就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在新加坡没有这样的地利环境 没有这样的地利条件来帮助我们 对我们这个命生进行一个重新的改造 所以我们必须在别的地方来寻找这个地利点 那这个地利必须是对我们的心肝脾肾肺 以及我们的这个肉身 这个气身变成金刚道体有作用的 所以我的老师之前提醒我说 我们应该找一个火山口 应该找一个火山口 那么这个最好是火火山 但是上去又不会有危险的 所以后来我们到了台湾 我们既然在台北的阳明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地利 同时呢 玉山也是目前来讲我们在全世界的 除了这个喜马拉雅山之外的 那么分散在四周的来讲 它是最高的一个山 包括华山啊 泰山等等这些山都没有余山高 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帮助我们连通天 进行天人合一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时空场的应用 也就是说我们要接天 接天上的东西 你一定要地也要升高 地升到这么高 天下来接就接这么高 你地跑到这边 天来接也只能接到这 天地的接点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高峰 然后和天想起 那么之前告诉大家 地升这么高的时候 你从天上跟它是阴阳 一阴阴阳为之道 它是相合的 所以你地升这么高 天也从那么高接下来 那么加起来就是什么 就够了天跟地加起来 用玉山的这个高度 你就已经是在 加起来是在喜马拉雅山顶了 也就出了六道 到你的顶轮上去修量 就是因为我们叫地居天 地居天是在什么 依地而居的最高天 叫道立天 就是四天王天是在 按照我们现在的地球解构 四天王天是在昆仑山 海拔四千米的位置 这是玉山 几乎是等同一个海拔四千米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上面的再上去的一层就是 道立天 道立天是地居天 地居天 那么它就是以喜马拉雅山为地居 所以在那个顶上建立了 三十三重天的道立天 这些东西呢 我们回归一个科学 你要认知修炼通通跟实相科学 是不能分离的 不是靠你的幻想 说我要升天我就能成天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你没有这种天时地利的因素的话 我们很辛苦 所以人类堕落堕落堕落到2012年的冬至 是一个终点 现在人类要回归的 所以我们这些人是前期觉悟者 就是说你们是比别人先觉醒了 已经开始进行生命的再造 以及重新规划自己人生路的一批先通观 你们要尽快地把自己的这个命声练出来 为什么 你们要把自己的命声练到不漏 你如果你的命体还是一个漏体 你的神从高位空间 你们大部分是陪练元神成功的人 你从高位空间获取的巨大的 之前像太空书赛的那个例子指给你们看了 巨大的那个高能 高能物质回到你的这个身体之后 你的身体是个漏的 尤其是底漏的 底漏就是什么 在下面平底下面是漏的 那你有多少能量 你都是根本就不能在你体内进行演化 所以说我们上次台湾之旅的核心 就是干了一件事情 跟真武大帝结缘 跟不动明王结缘 佛门的不动明王结缘 所以一路走下来 从阳明山到阿里山都在他的场行中照的 为什么 你要把内部不漏真功练到手 你的底才能不漏 你的六根深根才能不漏 只有不漏才是真仙 不漏地仙就成了 有天仙有人仙有地仙 你能做到不漏 你已经是地仙成就了 可以长不漏 所以是 那么它核心就是要用真武大帝手中的宝剑插在三天口 来练这个玄武正规 练玄武正规 所以是 只有你把自己的气练到不漏了 在这样大好的天使的作用下 你这一生才有机会成就 因为阿罗汉跟普通人的不同就在于 它已经是不漏今生了 你还有漏 你就不可能成就阿罗汉 所以这个让大家提起一个重视 所以对自己命题的一个再造 实际上是我们借助台湾厂性要完成的一个关键的步骤 这个上次台湾之旅最后一次 实际上因为大家的业力没有很好的消 所以说我们并不是很圆满的 整个过程阻力还是蛮大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去了很多地方都是没有看到真正的正面膜 都是什么 在屋里看花 尤其是在小游坑 杨宁山这个地方 包括第零点 核心第零点 我们都是半夜去偷菜的 白天都没办法上去 实际上这是跟大家的业力有关系的 就是说我们一个团队的每一个人业力的障碍 会形成我们整个的团队的障碍 极度起来就是很大的一个障碍 所以在回来之后师父们特别地安排让我再回去一趟 把一些不足的地方再把它补完 所以今天把一些照片也重新给你们演绎一下 来补充上次的一些不足 大家先看到的这个就是小游客 你们那天在那坐着练功的时候 听到哗哗哗的那个声音 实际上就是这里的那个水蒸气被火山口蒸发出来 可以看一下先看一下画面 中文字幕和声音词 那天你们基本上是在路很大看的到 所以像在那个草的那边那个栏根过去 就是这样的坎子 它底下很多的眼 有很多的水蒸气 因为滴热 滴滴的火 所以把那个水蒸气升红上来 产生了极大的热能 因为这种它是在山顶的热能 所以它可以贯通你的全身 它不像有一些地热 它是在你的下单田 但这个练好了 它连下单田 中单田 颅脑腔 上单田 整个都是热的 从脚底用全血 一致热到头顶 这种地力是很难得的 这个是你们在那天在上面集体练功的那个底下的那个神规头 那次因为输入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看清 但是我们整个上次的练功实际上在一个真正的大神的规备上 所以这就是它的头 微妙微骁了 所以上次我们在的是在这个位置上练功 实际上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背 规备 明显在规备上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结构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有点像什么 你们买到那个操机垫 拿一个操机垫来 你看它像不像 还是我是说那个操机垫太大了 结果在它旁边还有个小的 大家给你们看 还有个小的 一模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看见没有 好 那后来呢 我也在上面做了练了练功 原来它是说给天人用的 天人用的 就做做几点就刚好够了 我们的屁股太小 练不下去 在旁边还有个小 有很多的奇妙的现象 在它的旁边有这么一个小的 还有意思 刚好跟这个有点很相似了 这个我们的屁股垫下去 它比这个还是大 它还是黑的 有点像火山石 但垫在屁股里下面还可以 你们将来有机会去呢 可以在石头上面练一面 效果挺好 它可以使你的下股腔很快热起来 就是那个大的 也是要上去坐一会儿 因为你们的石都是天人嘛 天神 所以它就比较大 要用它 看看 坐上去 对着练 效果还挺好 很快 很快 所以上天造物 给我们找到的这些地方 很奇妙 很奇妙 你们也是很有福的 我在刚开始练的时候 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去练 就是为你们的这个命生的再造 可以奠定一个基础 很糟 但是我那天去 再练了一会儿 结果一晚上没睡觉 一晚上起来大坐大坐大坐 被子全部湿到完 练的效果特别好 来大家要纵住一个弟弟 这是那个杨丁山祝典 有点子 它的结构呢 刚好是背后有靠 然后左右 左青龙右白骨的结构 所以现在摄影机在转 是从背后的主峰点 然后再会儿向左青龙山转 左青龙山刚好是七星山 这是你们那一次登 登上去的七星山 这是后面的靠 这整个的是那个靠山 然后转过来的 再往这边转 这边像靠山旁边的走青龙 这个冒气的地方就是小油坑 然后这个脚下的地 就是你们去练功的主地眼所在 这个就是七星山 这个整个就是七星山 这个是它的后面靠山的走青龙头 走青龙头 但是真正的大的青龙在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那个七星山 然后呢 转过来的这个又回来 这个就是背后的靠山 但是这只是前靠 也就是说节血地的靠山 它后面还有一个靠山 我们也有拍到它 在这个山后面有一个更高的 更高的山 它是节血地的靠 所以这是节血地的白虎 走青龙又白虎 然后这个呢 是节血地的白虎山 这个叫大虎山 这个山很高 就是大虎山 这是我带一个台湾的风水寺 它是台湾总统府的一个地理寺 给台湾总统府看风水的 姓杨老师 杨教授 跟我们去沾光 在地灵眼怎么练功 你们可以看到老师在那发神经病 无人无我的姿势 然后没有一个具体的固定 在那个地方无我的时候 你的形体的灵动才是主要的 所以都是要闭闭眼睛 上来 所以在鲁学里面 它告诉我们要看那个不可见的 听听那个不可听的 就是看那个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是什么 暗物质 木质 跟反物质 物质是看得见的 这里只看到白菜跟土地 但是它实际上那个看不见的 才是我们去要的东西 懂吗 所以是要重视古人所说的 要看那个看不见的 听那个听不见的 那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 而不是只拿两个眼睛去看 那你们的脚系应该有反应才对 要看这种 如果是你跟它合一之后的 那个全息反应 它就会你的身上的涌拳 你跟它合一之后的 就是让它恋在三个眼睛去看 然后是你跟它合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 如果是这样的 那我看一眼睛去看 那你会说 这是我想法的 现在我看 因为那种眼睛的眼睛去看 手掌頭 筆鱸赤子 看那個手掌有沒有紅 有沒有嫩 現在看我的手掌就不行 是憋著 他練完了之後的地靈演練完了是透明的 然後裡面充滿了能量的 然後還有點像嬰兒的手 這就是特殊的你經過練以後產生的反應 看這個手掌 看見沒有 不要看這兒 看這兒就特別的明顯 看這個抹燒就特別的明顯 就是要真練真感 這個東西不是說偏向誰 然後呢 還要注意的就是要練出一個大肚皮來 幾個月了 你們看 所以每次在這些大的地靈演練的時候 效果就是這樣 很明顯 看見沒有 所以一副大肚能融 融天下滿融之士 尼勒菩薩的大肚子不是大給你們看的 不是它的油水太多了 然後才長成一個大肚子 所以要能融 融了以後再回去再練化了 那怎麼樣才能做到這個 就是你到一個地方去 你必須完全地放鬆 你不可以心心揪揪地繃著 你揪揪地繃著 你不可能放鬆 你不可能真正地把自己做成一個氣 同時要求你不漏 為什麼不漏啊 你要漏氣存不住啊 肚子裡裝不住這麼飽滿的能量 所以這個也是給大家看什麼叫練功 怎麼去練 好嗎 同時把小油坑這面的東西給你們補了一下 好 下面我們就回到旅主的道場的 拍了一點動力的情況 你們感應一下 人家光武貴特別重視 我們走了以後這個籠就開始吐水了 所以他們也把它修復到吐水了 看到舌頭上有水了 我們去的時候它那個籠是沒有水的 所以是人家第一次接觸我們 人家們信我們 所以一個信是很重要的 下面我們看一下這個洞的情況 你們合掌 洞實際上不深 但是從懸怠把它展開以後 它是一個洞天 整個的一個很大很大的世界 裡面有很多的師傅們在裡面 你們可以用觀照法拍照 然後反觀 放到自己的身體裡面 自己跟這個洞融通一體 然後再把它放到虛空中去展現 你就可以看到 有些人可能觀到那個洞天腐壁 整個的展開 是一個巨大的一個山戶 一個巨大的場景 它就不是一個你們右眼看到的一幅 這樣的一個很小的洞的一個照片 注意體驗自己身上的感覺 心上的感覺 閉著眼睛感應 把自己放到一個虛空 你可能會感覺你進去了一個 洞天土地的一個山谷 然後整個的那個山很悠長 然後很深遠 很大 在那裏面有很多的山洞 然後有很多的師傅們在裏面營修 我剛跟我師傅去華山拜山的時候 有的時候師傅走到岩石跟前 讓我們在那下跪 說別點眼睛跪一下 然後我就喜歡睜開眼睛看一看 為什麼要跪一塊石頭 當自己練開了以後才知道 原來不是一顆石頭 古人講大則進去空便把這小拿入戒子之中 而不為小 所以你看這麼一個小山洞 你要把它每一個山洞的部分做一個點來看 這個就是很大很大的地方 因為你要把它每一個擴展成小針尖點 那麼小的時候 一個點就是一幅畫 一個點就是一個洞 這個裏面太多太多的東西 所以不要去把它用時速的肉眼睛瞪著它去看 你要閉著眼睛用自己的心去感應 閉著眼睛用自己的靈去感應 把它放在虛框自己消失 然後跟整個洞去同步 那你可能出來的畫面完全不是你肉眼所看到的畫面的那種場景 還是那句話看那個看不見的 聽那個聽到的 而不是只是去滿足於自己肉眼看到了什麼東西 好 大家舉一下功 對裏面的師父們進行一個禮靜禮拜 感恩 好 今天的重點呢 我們在分享阿里山這個部分 阿里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我們連接玉山的一個很重要的點 在這個地方呢 實際上 我們是通過在阿里山 連通了整個玉山的道場 所以是那天呢 我們先是帶著大家去了 早晨去了一個地方去練 然後很多人在那兒等著看日出 我們居然是傻不垃圾地跑到這樣子 一個沒有日出的地方去 找自己要找的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還挺有意思 剛好叫直升機平台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地方進行了一個練功 然後這時候我們在打坐 打坐的時候就特別的奇怪 整個天體的雲開始凝聚 然後開始旋轉 但是最後出來的一個神奇的圖像 從攝影機的這個相片上來看 最後結成了一個很大的紫色的一個蓮花 紫色的一個蓮花 他說這個能看到一點 有一個比較清楚的 也比較怕 它蓮花瓣是這樣展開的 是往四周中間一個蓮花 蓮花 是一個蓮花瓣是一個紫金蓮 當時如果是你們在場的時候 去觀很清楚的一個巨大的一個紫金蓮花 所以是我們要去看那個眼睛看不到 不要著重於去看那個眼睛看得到的 他們去看眼睛看得到的結果都很失望 我們去看那個眼睛看不到的結果是 就得到了自己要的東西 然後那個點呢 這個點是整個的連通玉山 我們在的這個點是在虛空 它的往虛空這個方向 就是它的面前的虛空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實際上是整個玉山下來的 一個很大的接引臺 什麼叫自身機平臺 就是說因為我們沒有決定上玉山 所以是要把大家從那個地方接到玉山的 那個我們第一次去的 那裡面有一個巨大的山洞 隱派的啦 不是隱派的 那裡有一個巨大的山洞 在那個山洞裡帶著 在那個地方接引你們的靈去了那個山洞 去了那個山洞 所以是那個山洞裡有什麼東西呢 眼睛是看不到的東西的 但是你們可以感應一下 感應一下 我們後來是找到一個 找到一個 記錄片 找到一個記錄片 然後這就是玉山的那個主峰頂 這整個是玉山的主峰頂 那麼實際上從那個點把你們接引到這個主峰頂 我們上次在那個坐的那個地方 你們第一次跟我上玉山頂的人知道 我們去到那個點在那個地方 最後坐完了以後我們下山的點 實際上就是接到了那個地方 裡面有一個巨大的山洞 在那個地方引態的一個山洞修煉 你們現在可以和一個展看的那個 注意看的時候注意身上心上的感覺 不是讓你們只是看風景的 你們要把那個場接過來 OK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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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